朋友们,之前没有注意过 最近核弹章的翻车率直线上升 所以认真看了一下战报 发现缴械或者具体来讲是袁绍和胜器都被暗改了 虽然一个写着90概率和75概率缴械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注意看,这里的核弹章全都是今天的战报 并不存在挑战报的情况 让我们挨个翻阅来看看袁绍的缴械情况 这里马超胜器没有生效 这里马超胜器又没有生效 下分战报 这里剩计到举兽,结果还是接着失效 同样,这里剩计到吕蒙,结果还是失效 陆迅吃到袁绍的缴械也是失效 继续下一场 老吕蒙吃到了袁绍缴械缺也是失效 下一场 袁绍缴械到郭家和王源姬 但是王源姬的缴械没有生效 这一场打圆棍,夏侯温因为郭家不吃缴械 曹操吃到了缴械 但曹操的缴械依旧失效 这里徐玉和陈谷吃到袁绍缴械 然而判定的时候却接连失效 这一场虽然马超自己的回合缴械生效了 但接下来徐玉的缴械失效了 马超被动期间的缴械也依旧判定失效 第二回合,马超的缴械继续判定失效 真的是连眼都不带眼的 然后马超顺势把袁绍当疯了 也就不会再有缴械判定了 接下来下一场只有左次吃到缴械 然而左次缴械判定依旧失效了 继续的一场 法证吃到缴械却还是判定失效 这里张飞吃到缴械判定失效 徐玉吃到了袁绍缴械 依旧判定失效 还有更多的战报就不展示了 但这些单独的一天 连续的战报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实际缴械刀的概率 完全不是战法描述里的那么一回事 为了马超已经不择手段了 暗改袁绍缴械和撑起缴械的概率